凱米颱風暴雨橫掃南臺灣 尤其台南高雄雨量驚人 創下氣象署統計降雨 三個歷史第一 那氣象署在發布陸上颱風警報以後的 第一報 總雨量的預估就達到了一千八百毫米 這是我們第一次預估這麼高的雨量 不只首次預報降雨量最高 看看單日累積雨量 對比過去也曾在南臺灣 量成大規模淹水的莫拉克 凡納比 凱米颱風達到同等雨量 在屏東平地都是突破七百毫米 山區逼近一千毫米 在高雄地區凱米下了八百八十七點五毫米 南部山區七百七十七點五 加翼八百七十一毫米 超越莫拉克凡納比 卸下單日降雨新高 另外凱米清台期間 氣象署供發布二十三次大雷雨及時訊息 其中有二十次是致災性細胞廣播 兩天內二十次的告警也是史上最多 死傷人數全台目前累計十死量失蹤 降雨來說會比較偏多一點 今天主要是在低壓帶影響之下 在東半部地區南部地區 都會有一些短暫的陣影或者是雷雨 颱風離開但低壓帶還沒遠離 導致東半部南部雨不停 菲律賓東方海面又多了熱帶擾動 不排除會生成熱帶系統 下週一下週二最靠近台灣 是否有機會發展成颱風北上 還要密切觀察 再次往前AQB去台北城部的